第三千四百五十一章 航无打算 少爷 当真好手段 不知何时月儿来到身边 你看出来了 雷轩微笑着回过头颅 对于月儿 他自然没有隐瞒之意 哼 少爷这么做 是令人利己 虽然两人曾经说过 秘书白虎 就任由我们举责 但对于他们而言 毕竟是不得已的选择 如今由少爷提点 将门派的传承保住 两人心中的感激 再为我们的做事 自然是有动力的 月儿微笑的声音 传入耳朵 一别千年 月儿与过去相比 确实有了改变 在人家之时 他的实力虽然也不错 但却不喜欢动脑子 反正一切都由少爷做主 心爱的人拿主意就好 然而这几千年来 与少爷分开 月儿想在殷私界立足 很多时候就必须靠自己 再加上阿修罗记忆融合 月儿的智慧 其实以不比一般的 枭雄逊色 否则即便有部下辅佐 又怎么能与金玉师王等人斗法呢 人说 事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月儿如今 已有独当一面的本事 是在不经意的谈话中 就要流露 不过月儿却从来不会卖弄什么 一切以少爷为主 自己只是在一旁 做点辅助 这样的女子温柔如水 聪明知尽惠 可以说是每个男人心目中的绝配 林轩的眼中就有浓浓的情欲流露 微笑点头 你所言不错 相逢即使有缘 云霞派传承能够保住 与我们是有好处的 怎么说 月儿原本已经想到一些 可此刻经林轩这么一提 却觉着有些云里雾里 云霞派若是这么衰落 那两位道友五千广 对我们的承诺 虽不见得会食言 但总是少得一缕束缚 而云霞派若是能够 浴火重生 将这样难关度过 我想 我们若是有所求 他们执行起来 也一定会更加的不遗余力 与通信面积广播 宗门家族数不胜数 引起着云霞派 并无起眼之处 尚爷你何必花这么多心思 月儿的脸正露出了一丝不解之色 具体缘由我也不清楚 你也不清楚 月儿目瞪口呆 若不是知道少爷绝不会对自己虚言 几乎都以为他在有所隐瞒呢 可不是吗 少爷是何等聪明的修行者 做什么事情都是谋定而厚动 这次居然毫无理由 这也太荒谬了 我是真的不清楚 临巡礼章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 这次我们来与通界 是被寻找修了气宝中的耳魂 然而除此以外 却没有任何线索 正如你所言 与通界面积太过广阔 丝毫投血也无 我们能怎么做呢 临巡礼章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这次的任务 还真是令人头痛一急 说盲人骑虾马也没有错 要是他经历过各种风雨曲折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根本就是无从着手嘛 哦 那少爷是打算 利用云霞派力量吗 鱼人脸上露出了 若有所思之色 非夜 云霞派太弱 别说现在了 该派的修仙者已所剩无几 就算该派全胜之时 对我们寻找修了气宝 有多大的帮助呢 与通界排名靠前的宗门还差不多 可这些宗门偏偏 我们又招惹不得 林轩叹了口气地说 不止妄自菲薄 那些宗门呢 肯定有杜劫后期太阳长老 而且十之八九还不止一个 真正有陕仙妖王坐镇于那里 林轩就是有天大胆子 也不敢去招惹这种事里 月儿听了一阵无语 少爷这次大九云霞派 给二人指点 还真是随心所欲 并无目的 不过 随即醒悟 此时换作自己 不也是一筹莫展 又怎么能奢求少爷呢 这么一想小丫头也就释然了 得生露出了无所谓的表情 没错无所谓 俗话说人贵在之族 能够与少爷团聚 月儿其实就很开心 说别无所求也没错 至于能否找到修雷奇宝 恢复西日阿修罗王的荣光 月儿也不是那么在意 只是林轩 着急此事 他才放在心上 如今林轩摆出了一副 随月儿安的态度 月儿也不会怨怀什么 有些事情 强求不得 随缘就好 何况自己与少爷 才刚刚来到与同届 来日方长 要做大事 可不能急于一时 月儿的嘴角边 流出了一丝笑意 只要能与少爷在一起 不管是寻宝冒险 还是平静的生活 他能够甘之如意的 月儿对于现在生活很满意 只要能与少爷在一起 寻不寻得修了七宝 都尚在其次 然而修仙界 又起少得了风雨呢 没名修仙者的心态 又岂是能够如他一般平和 别的不提 优明暗王此刻 这边就寝着一丝冷笑 脸色看似欢喜 然而却是难以掩饰 他毛子下的利息 一朝不趁满盘皆输 作为阴四六王中的一个 他什么大风大浪 不曾遇见过 然而这一次 却被狠狠耍了 阴沟里翻船 被丁小金利用以后 一脚踢进了空间风暴 其中的凶险不用提 好几次都是差一点陨落在那 然而阴四六王毕竟非同小可 他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还是熬了过来 从空间风暴中争夺 到达这个界面 灵气好浓啊 优雅暗王打了一下四周 眼前的景色也不错 但目光所及 并没有修仙者 不过一个普通的地方啊 灵气都浓郁到如此程度 灵界的小界面失落 有这种环境的 也是寥寥无几 与同姐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冒出 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 哼 那兴田的小家伙 机缘巧合 居然逃到这个地方来了 优雅暗王的脸上 依旧带着冷笑之色 不要奇怪 为什么他对田小剑的心终 那么清楚 诚然 他被田小剑所骗 但优雅暗王 启通等闲 在千军一发之际 也在田小剑的身上 做下了一点印记 不用说 当然是有追踪的效果 此刻距离太远了 但优雅暗王 非同小可 至少 他能够感应到 那可恶的田小子 就在这个界面 没错 就在与同姐的 第3452章 适逢其会 愚蠢的小家伙 他以为自己能够 允论于空间风暴吗 以为此事情 就已经告一个落 从此就可以告者无忧 太天真了 游明暗王的眼中 有阴霾的光芒闪过 不会让你逃的 宇通界虽然面积广泊 但也不会有你的 容身之处 有朝一日 你千本王的债 会千倍万倍地逃回来 这些田小剑并不晓得 而来到与同姐的顶级大能 也远不止 游明暗王一个 天色有些晦暗 这里是人际罕至的 洪荒大则 蛊虫猛兽极多 却是飞鸟难赌 至于普通的凡人 这更不可能出现在这 突然 天边出现了一道 红光 风之恋彻 朝这边 急速飞驰而来 红光中隐约可见 一嘴眉鼠眼的老者 脸上满是黄疾之色 而在他的后面 则有几道黑气 其形如墨 张牙舞爪地追了上来 老者修为不低 足有动旋疾 否则也不敢胆大包天地 来到这 毒蛇 莽兽 聚聚的决定 原本是为了求一凌雾 哪知道 确实偷击不成十八米 遇见了几头 妖兽厉害一击 差点将小命 送在这 虽然他见机的快 三十六计 六之大吉 然而那几头 妖兽 却毫无息事宁人之意 竟在后面 紧追不已 打打不过 逃 一时半会儿 却又是无法摆脱 这倒霉的老者 心中在后悔不迭 早知道此地 竟比外界传言的 还要可怕 自己就不该冒险 来到这 就算来寻找宝物 也应该叫上几名 知交好友 若有他们相助 此刻也不会被几头 妖兽 逼迫得如此狼狈 然而现实世界 没有如果 修仙界又岂会时 有后悔一说 以他的实力 是绝对没有办法 与后面几头 妖兽相比 若是生死相搏 可以说 与拿鸡蛋碰石头 差不多 而逃 则还有一些生机 明白这个道理 老者哪里会有 丝毫的犹豫 双手法觉 惠悟不已 将顿光 驱使到了极数 可即便这样 他也只有 武昌的把握 换句话说 能否脱脸 只有看运气如何 但现在 已管不了许多 仅仍是 耳听天命 这在修仙界 原本是 很平常的一幕 甚至可以说 每时每刻 都在不同的 界面上上演 老者也许能够逃脱 也许会成为 妖兽口中的 果腹之物 然而今天 却偏偏出现了 第三种情况 事先半分征兆也无 原本 晦暗天空 突然变得 伸手不见五指 太阳明明 没有落下沾波 天色确实 晦暗到了 连对面都看不清楚 狂风大作 天地间的元气 在这一刻 更是莫名其妙的 变得混乱一击 明明没有乌云 却有闪电 划破天空 老者一呆 甚至忘记 后面的危险 将顿光停下来 好在后面 紧追不舍的 夭手 此刻也是 同样的动作 那几道黑气 一样是停下来 里边的怪物 虽然看不清楚 但目光中 似乎也有惊异之处 空间破碎的声音 传入耳朵 天空中出现了 一道裂缝 长 树杖 优势无比 最后一个黑色的光球 出现在视线里 由那视线里 裂缝中喷泊而出 表面还带有一道道 蔚蓝色的壶 破碎虚空啊 那贼美鼠目 老者一下子 瞪大眼珠 俗话说 没吃过猪肉 总结过猪跑 与东界高手 数不胜数 贺罪虚空 虽然罕见 但在这里 并不能说是传说 但有这个实力的 五一粒白 都是杜劫级别的 高阶修仙者 居然有大能 跨界来到此处嘛 隐隐至此 老者不由的 心中忐忑 不知道是服侍祸 至于那几头妖兽 情况也是相差仿佛 哪里还有一丝 兄弟之色 乖乖的在云地等待着 姐姐 这里就是羽龙界吗 突然一动听的声音 传入耳朵 怎么 妹妹你不曾来过吗 另一声音有些诧异 上次 界面大战开启 但灵界的小界面 何等之多 我确实没有来过 宇童界的 前一个声音 叹息的开口 两个声音 皆动听一急 然而一旁的老者 却是听得大惊失色 这口气 霍界来的 不是灵界前辈吗 他不由的 战战兢兢的 他起头颅 因为这时候 逃也没用 这时候呢 黑色光球已经散开 两个风姿卓越的少女 映入眼帘 左边一个身材苗条 白衣赤足 一头银色的绣发烛瀑布 秀美无比 有着倾国倾城之作 另外一名少女 虽然不如她美丽 却是明眼招人的 一身衣服花花绿绿 即使艳美 头发随风飞舞 也不知道是不是看错 给人的感觉 像是昂首 土心的毒蛇 两人的身份 已呼之欲出 兵驳圣族 与宝蛇圣族 两人精心准备以后 终于还是来到与同界 而这时候 他们身上虽然 是刻意将灵压放出 但是一身魔气 却是一点掩饰不住 那才没熟眼老者 顿时瞪在眼中 脸上毫不掩饰地 留得出了惊恐的神色 古魔呀 而且是圣族级别老怪物 也难怪他畏惧 古魔与灵界修饰 虽不能说生死的仇敌 但彼此也是绝不待见的 说老子不相往来 有些太过 但圣族级别的古魔 潜入灵界 觉得是有所图 而这个秘密 恰好被自己撞破 对方会不会杀而灭口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云竟至此 老者不再犹豫 袖袍一甩 一张俘虏飞离而出 他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 将这张俘虏 贴在自己的身体表面 此服 可是他历经千辛万苦 好朋友才得到的保命之物 刚才也是一直不舍得 但此刻 面对两位杜杰级别老怪物 哪里还能藏着 只见那俘虏光芒一闪 顿时无风自然 最后老者如同破碎虚空一般 已经消失不见 最后出现在了天边 而这一切 这两位圣族视而不见 没有任何动作 老者几乎都以为自己运气不错 逃出生天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的距离 莫名其妙的袭来 事件半分征兆也无 砰 他肉身抱成一团血雾 云鹰也没逃出 彻底昏飞破散掉了 第三千四百五十三章 清灵珠 至于那几名妖族 结果也是相差仿佛 平行来说 动玄七一存在 已经算是一方强者 可惜他们遇见的是 宝蛇冰火 在真魔始祖的眼里 更是普通的 杜绝七一老怪物 也不过是 尼素直呼 哪区区动玄七的存在 就更加不值一提 宝蛇想要将其灭除 难道还需要使用 什么特别的招数吗 根本就是一念之间 一个眼神 就足以让其魂飞破散 说起来 也认老者与妖族倒霉 宝蛇冰魄来到此地 虽有万交王的情景 但身份毕竟危险路 否则非引起薛人大波 他们既然看见了 不该看的东西 也就只有刺坛倒霉 落得被灭口的下场 一点都不足怪 姐姐 对于宝蛇来说 刚才不过是 微不读到底一幕 不读危险 让他上心的是 另外的难题 我们已经来到这儿了 虽然无语姐姐的功法 神奇 她一路过去 难免被别人看破心机 我们总不能将 所有人都灭口 姐姐曾说 自有解决的良策 现在还请不要买官子来 难怪宝石会这么说 他们两位身为真魔始祖 就算精善人们隐匿 一行之入 也是难以做到 天衣无缝 羽龙界可是高手众多 身份难免被人看破 虽说有万交王的情景 但依旧会陷入极大的麻烦 这是一直困扰他的难题 而兵魄却 自称有解决之策 可惜却一直迈着官子不肯说 现在已经到了与通界 于情于理 总不能继续隐瞒下去 面对饱舌的质疑 兵魄里仗流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我等真魔始祖 法力高真莫测 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法力难以尽联 这个道理 我岂会心中没有输呢 不过若是服下清灵珠 自然可以暂时 冒充灵界的修行者 清灵珠 那是人宝物 难道可以一架论真 让我等身上的魔戏 分毫蹲尼不露 宝首有些惊讶了 以他见识广播 这宝贝却是头一死听说 并过笑而不语 这时候解释根本没有意义 与其多费唇舌 不如亲身的掩饰 但天的玉手一扶 掌心之中顿时多出了一龙眼大小的圆珠 作淡青色 表面上散发着阴韵的灵气 除此以外 倒也没有什么出奇 这东西能够尽联我们一身的魔器 但你我的实力 也就只能发挥出十之一二而已 这是为什么 我知道此刻才能吞服 因为我们若是实力大损的话 想要撕裂虚空 到达这里 就没那么容易 冰魄的声音像是叹息 最后一仰头 将那青灵珠吞落进去 最后此女一手抬起 在虚空中划过了奇异的轨迹 几个神秘的纹阵 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半空 随着此女的动作 笼罩在她身上表面的 乳白色的魔器 一人翻涌 最后如长径吸水一般 没入她的身体里 冰魄里让染过了一丝 烟红之色 原本身体表面的魔器 已经是一丝也无 她虽然经上各种隐匿 灵气之处 但绝无一种 有这样的好效果 当真是分毫魔器不露 而这还没结束呢 只见此女双手挥舞 一股精准异常的灵性 突然由她的身体里面 轰然薄发而出 那灵气纯粹一击 不含分毫杂日 宝蛇在一旁看得瞠目结舌 若非亲眼目睹 她实在是难以想象 眼前所看到的一幕 并过此时看上去 仙人不染 哪里还有一点 魔族圣族的风范 也望去倒好像是那 九天仙女临晨一般 当然浑身的威压 她也是弱了许多 就仿佛一度结初期的修仙者 但这已经足够 她的实力 即便是维系在那度结初期 等经验 宝物 以及所惠的秘术 却是不会变的 其实普通初期修士可比 何况真遇到危机 封印一刻解除 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弱点 或者是破晒险路 宝舍看得赞叹不已 最后冰魄将一颗青灵珠 将它抛了过去 两位这么始祖的事情 暂且不提 再说林轩与悦儿联手 好不容易灭杀了白虎 但接下来 如何寻找修了七宝的下落 林轩却是分毫头绪也无辜 如今 他的实力是非同小可 但对于寻找宝物 暂时来说 却没有帮助 因为没有线索呀 巧妇那位五米之吹 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强求不得 与其 如梅头苍蝇一般的论闯 那不如先做好眼前的功夫 白虎已经陨落 真灵之火回归传承之所 但其皮毛骨骼 却尽为林轩所得 其价值不用提 便是散仙妖王 也会垂仙三尺 而白虎 林轩对林轩更有大用途 眼前既然没有 修了七宝之耳环的线索 那就先练化林轩再说 真灵化剑绝威力如何 与黄泉鬼母的一战中 林轩已经尝试过了 说成是自己最大的杀手锏 或许尚有夸张之处 但动用五龙喜 毕竟是有后顾之忧的 而真灵化剑绝不同 林轩当然 要千方百计 加强其威力 林轩岛上的亭台楼阁 城池树木 以一为立片平里 整座岛屿看上去 那是满目疮痍 但这仅仅是表面而已 或许真是运气波错 建筑虽然变成了一片瓦砾 但此处的灵脉 却是完好无损的 既然灵脉的根基无恙 那只要将这片废墟清理出来 移植上山峰树木 很快这里会升级勃勃 重新成为动天伏地 这话听上去 虽然少年夸张了些 但修心者原本就能够创造 凡人所不能做的奇迹 而在这个过程中 林轩甚至出了把力 从海底移来一座山峰 放射了云霞原本的 这个宗门所在之力 而林轩这么做 当然是有目的的 他此山上开壁洞府 然后与月儿一起住进去 一来休息 二来自然是为了处理白虎 所遗留下来的猪般的宝物 在这里烈花之灵之血 虽然仓促 但这个过程自己已经驾轻就熟 所以也不害怕出差错 昨日不如庄日 就在这里将白虎 林雪烈花再说 林轩这么做 云霞派的两位他人长老 自然是没有意义 有高手坐镇这里 他们反而安心了一些 第三千四百五十四章 一箭飞星 洞府虽是仓促开辟 然而里边的摆设 也是颇有压制的 林雪与月儿盘膝而坐 一丝丝的灵力 自他们的身体表面释放而出 与白虎一战 吐起胡落 看似没有花费多久的功夫 然而两人消耗的精气神 都非同小可 此时此刻 当然要好好打坐 让自己的实力 尽快地恢复到巅峰状态 林雪身上 虽有灵丹妙药可以吞服 但那是战斗中 才会做的无奈选择 打坐休息 恢复法力元气 此乃正途 林雪与月儿当然不会 不明白这么简单道理 这没有什么可描述的 两人一是驾轻就熟 一晃眼数日过去 两人几乎同时 将眼睛微微睁开 像是一笑 自有一股 温馨甜蜜的味道 月儿 少爷 你先说 两人同时开口 不差分毫 慢慢品尝着 心有灵犀的味道 好 林雪大爷不 焦肘造作 在月儿面前 人们就不需要掩饰什么 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好了 月儿 你一见面杀白虎 那究竟什么招数啊 林雪的声音带着惊奇 那一见给他的任的汗 确实是无以伦比 就是自己与白虎一抵而处 十有八九 你难以抵挡这么灵力的招数 一化为七 每一个人 皆具有同本体抗衡的实力 最后合二为一 修为更是在一刹那间 暴涨的数倍有余 达到了杜劫后期 平心来说 修仙界奇功妙法无数 未必没有其他神通 能办到这一步 比如说 点人根云之火 同时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大死云气的秘术 但这么做的结果 下场是很明显 哪怕你是独结妻 这身修为也会被废去 天长原本就不会掉下饼 使用了不属于自己的能力 代价自然是极大的 这几乎是修仙界的铁律 然而奇怪也就奇怪在这 眼前月儿就使用了 这了不起的秘术 为什么他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呢 可以说 这已违反了长职 阿修罗王精才学艳 绝不是信口胡吹 少爷是说 那一招一箭飞仙吗 这确实是修罗真解中的秘术 虽不能说是最厉害的 但排锦前三也有把握 月儿微笑着说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林轩一阵无语 当然并不是嫉妒 月儿可是自己老婆 她的实力越离谱 自己只有越高兴一说 哪里会有分毫嫉妒 怎么 上演要看一看这招的奥妙吗 月儿一边说 一边都过来一枚玉铜 林轩也不推脱 伸手接过 将实时放出 修罗真解解大字 映入眼帘 此功法原本藏于 玄音宝盒 不过月儿为了修行便利 又在玉盒中 漏克力份 阿修罗王所学 其价值不用说 而月儿就这么 好保留地交到林轩手里 两人间的信任 可以说 已经到了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步 林轩就这样用神识研读 其速度 当然要比眼睛 看似快得多 半个时辰之后 林轩抬起头颅 两学露出了一丝叹息之色 一件非心的修炼秘法 这中间自然是有 不过自己知道 也没有用处 此秘术需要以 修罗真解为基础 绝没有代替之数 而修罗真解 修炼的条件更止苛刻 放眼三界 纵横筋骨 也不会有几个人 符合要求 何况他一万步说 就算自己可以学 林轩现在已经是 渡劫中期修仙者 又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 主修功法 从头开始呢 那根本就是 无法想象的 换句话说 这一件非心 威力再蓬勃 今生都与自己无缘 只能是看着眼蝉 不过林轩倒是 也没有气馁 所谓贪多嚼不烂 一件非心固然好 真灵化尽绝 也不弱 自己墨月天无绝中的神通 都没有完全掌握 又何必去羡慕别人呢 人贵之足 真将墨月天无绝 修炼到大成的程度 一样子物一同 真心媲美 未必就比修了人姐逊色 林轩问这个问题 说还是好奇成本居多 如今好奇心得的满足 能不能修炼 倒还是其次了 反正月儿是自己的老婆 但会与自己会 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事情至此 原本是高一段落 随后林轩将白虎的尸体取出 这可是让三界顶级存在 也要眼红的宝物 月儿 有什么东西用得着 你挑好了 月儿也不客气 取了满意的东西 随后林轩则带着白虎灵雪 去闭关密室了 盘膝而坐 林轩看着身前的玉瓶 林轩则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炼化真灵之雪于他 早已经不是第一次 说得上是轻车熟路 然而这次所遇见的情况 就有些不一样了 以前获得真灵之雪 不管是取自真灵本体 还是真灵后裔 数量都不多 所以林轩则露出了按照 墨欲真灵诀这个方式 将其炼化 也不敢有更多的想法 然而这次不同啊 自己可是得到了整只白虎 宝贵之灵之雪 虽不能说是血流成河 但数量也是极多的 就算浪费一些 也是无上大雅 换句话说 自己有了更多的选择 既然如此 倒也不用急着 用墨欲真灵诀烈化 先提出一番如何 冰心来说 这个想法有些大胆 原本就是 纯正的白虎灵雪 并非取自其后裔 还能提出什么东西 不过话这么说没错 试一试也不会 花太多本钱的 关键是自己的本钱很多 就算损失一些真灵 知雪也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而假如若是运气不错 自己成功了 将提顺出来更有价值灵雪 那好处就太大了 这恒利弊可以说是 稳赚不赔的生意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 您倒转过 灵雪也不犹豫 将身前的玉瓶拿起 深深呼吸 开始调动体内灵力 不 是银色光脸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好描述 他轻车熟路 星海缓缓旋转 银色的光点 汇成小溪一般 慢慢地流淌到了 手掌里面 林轩的额头上 冒起到大的汗滴 最后小心地操控他们 进入了掌心中的瓶子里 第3455章 意外的结果 提成的过程不用描述 林轩自从踏上修金之路 经历的艰苦魔力 数不胜数 说求此一生 也不为过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固然是他努力的缘故 但蓝紫星海在其中 起到的效果 也是绝对不容抹杀的 否则林轩 连灵根也无 再努力 就岂能成为 镀及其修仙者 提成对于林轩来说 早已是轻车熟路 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不会有出现什么差错 可即便如此 对于这次提成 林轩还是没有什么把握 毕竟白虎林雪 哪是普通丹药可以袭击 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因为手里的林雪够多 所以才有常识的底气 与把握 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若是运气不错 一旦提成成功的话 好处则是难以严肃 林轩做事情 原本就是谋定而厚动的 方方面面的情况 都考虑到了 然而修仙界之光怪陆离 就岂能尽在把握 这次提成的结果 则大大出乎林轩的预料 这是一个平静的早晨 阳光穿过云层 将温暖洒向大地 云霞岛上各种颜色的金红 在天空中穿梭不已 数日前的大战 将亭台楼阁 穷楼玉语 都化为一片废墟 但地下的林脉 并没有被毁去 只要清理掉一片废墟 自然能够重新 将这里变成冻天府邸 两位太上长老已经 传下法语 要重开门庭 广收弟子 云霞派幸存的修士 则在清理着耸舵的瓦礼 一切都显得祥和一击 突然 一声巨响传入了耳朵里 众修士大惊失色 盲寻声抬起头颅 只见前方百云里处 一座万丈高的山峰 居然凭空坍塌掉了 景象吓人无比 扬起的灰尘 弥漫了半边天际 难道又有外敌吗 众修士已是惊弓之鸟 盲将神石放出 却一无所获 便是遭怕老者 与旅行中年人 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妥 脸上不由的 面面相去的露出了古怪之色 并没有敌人来到这里 那刚才的爆炸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山峰化为一片虚无 于而与林轩的洞府自然 更不可能有幸免一说 此时此刻 已经化为了一片瓦砾 月儿的脸上 亦满是茫人之色 而林轩的表情 则晦气得紧 千算万算 他想过提纯失败会如何 但想破了头 也料不到 白虎林雪 会有自爆一说 自从踏上修行之路 林轩提纯过的丹药 法宝数不胜数 但这种情况 却还是第一次遇到 想想当时的一幕 林轩都有些心有余悸 还好这次得到的白虎林雪 虽多 但自己却不是喜欢浪费的修行者 那提纯的玉瓶里 仅仅是盛放了一滴 否则这爆炸的威力 林轩背后 冷汗淋漓 若真是一瓶灵雪的话 自己虽不会陨落 但十有八九 也不能完好的站在这 好险啊 少爷 究竟出了什么事 月儿飞到身侧 美丽大眼睛中满是疑问之色 少爷不是说要练化白虎林雪吗 就算失败又怎么会有爆炸一说 百思不得起解的小丫头 此刻心情 那是最好的描述了 这 林轩张口结舌 倒不是有意要隐瞒月儿 而是这件事情古怪太过 弄得他 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对于仇主 林轩才结结巴巴的 叙述了事情的筋骨 声音语气 皆是沮丧一击 白虎林雪提出了会爆炸 这还让自己怎么尝试下去呢 等等 林轩叙述到了这儿 脑海中突然有一道灵光闪过 仿佛把握到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一时间思路 又不是非常清晰 请林轩一脸的若有所思之色 月儿现有灵犀 也乖乖地不再相寻 生怕打扰到少爷的思路 福其霍所异 活其福所福 白虎林雪会爆炸 对我未必没有应处 怎么少爷 你想到什么了 不错 林轩脸上晦气 一早而空 取而代之的事惊喜 不过佛约不可说 现在且容我卖个棺子 稍后再告诉你 月儿 你先在这儿待着 我有事情暂且离去 短则数日 长则粤鱼 到时候 再谜底揭晓 少爷 月儿多多足 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做事情还想小孩 要是没事卖什么关子 哈哈 林轩却是满脸的喜色 也不顾月儿的娇撑 转过头 在他额上一亲 随后浑身精芒大作 向远处飞链去 林轩的顿光何等迅速 几个转折就消失于云海深处 月儿则是运生双甲 望着少爷的背影 月儿的脸上虽有迷茫 但更多的却是 若有所思的表情 义父 你说的盘刀圣果 究竟在何处 数千万里之远 同样有一道顿光 在云层中穿梭 田小剑一边飞 一边用神识 与魔族大统领交流 在阴思界 他可闹了个灰头土脸 好在经历艰难 总算是转危为安 苏华说大难不死必要后福 从空间风暴中出来 他居然来到了宇童界 这算是意外之喜 因为宇童界原本就是他的目的地 如此结果 也算是少了很多波折 比自己预先预想的情况 要好得多 但田小剑并不满足 他来宇童界的目的呢 是寻找盘涛圣果 虽然他如今还没有迈入杜杰后期 但在田小剑看来 那不过是时间问题 现在让他忧心考虑的 唯有领域 进而 盘涛圣果尚未成熟 以你如今的实力去取 也稍差了一些 要知道这宇童界 号称灵界第一界面 可不仅仅是因为 众多大能居住在这 几天在地堡之多 令人叹为观止 盘涛圣果 我们是要的 但除此之外 也不能放过其他的宝物 再说另一边 居列林轩敌开 已有三月有余 这几个了无人际的荒岛 这天却有 荒喜的笑声传出 哈哈 终于大功告成了 轰隆隆的声音 传入耳朵 一座洞府大门 轰然打开 一种貌平凡的少年 从里边走出来 正是林轩 此时他的脸上 满是喜色 虽然用的时间 比想象的多 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第3456章 白虎神雷 不忘自己一番辛苦 林轩脸上满是喜悦 不惊之色 夫妻或所依或西服所服 古人之言果然没错 自从踏上修行之路 林轩提纯过的丹药 法宝数不胜数 但像白虎林雪一般 提纯后会自爆的 却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样的变故 始料未及 林轩目瞪口呆之余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说一筹莫展 也不算夸张什么 但就在这时 林轩脑海中却灵光闪现 白虎林雪提纯的会自爆 让自己头痛一击 但那威力 当真是无以伦比 仅仅一地 就让自己灰头土脸 差点重伤在此地 假如能够将其 炼成雷珠 那威力又会如何 当然这仅仅是 林轩脑海中 闪现的一个想法罢了 能不能做到 还是两说 但不试试 谁要知道呢 于是 这数月的功夫 林轩便一直在这 荒无人烟的地方 炼制雷珠 其中的艰辛 自不被提 失败了数次 然而林轩的性格 坚韧一极 自然不会因为 小小的失败就放弃 仔细思索 悬横反复 最后终于炼制出了 梦寐以求的 白虎雷珠 数量不多 毕竟真灵之血 深细无比 林轩没有理由 将它全部用来 置气 一两颗 可以做防身之用 然而数量 若是太多 那可就暴天天物 至于威力 林轩的嘴角边 微微翘起 脸上露出了一丝 明显一击的笑意 不枉自己翻心口 这白虎神雷的威力 可以说远超预计 若是运用得当的话 一颗就可灭杀 杜杰级别的修仙者 几颗叠加使用的话 便是后期老怪物 也不敢直应其风 这话听起来离谱 但却无夸张之处 若是数量够多 便是散心妖王 真魔十足 也能产生一定的威慑 自己运气当真不俗 机缘巧合下 又获得一样 杀手锏模样的宝物 林轩心满意俗 当然不会继续在这 荒无人烟的岛屿上耽搁 浑身轻芒大作 向云霞派的总舵 飞了而去了 短短数月过去了 废墟早已清理 云霞派的修仙者 又从别的地方 移植过来了 山石树木 虽没有到达 禁赴旧关的程度 但云霞岛 已重新有了几分 动天伏地的模样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虽然短短的数月时间 对修仙者来说不值一提 但月儿早已是望穿秋水了去 与少爷重聚 自有一番欢喜 山中只一日 世上已千年 对修仙者来说 时光游邪一过 一转眼 林轩与月儿来到宇通界 已经快两年 七百多天时间自然不算短 然而除了灭杀白虎 获得了许多好处 关于修罗七宝的下落 依旧是一点也无 并非林轩无能 而是宇通界面积太过广阔 没有线索 这可比大海捞针还要麻烦得多 小富男为五米之吹 大约就是这个道理了 这是一个平静的早晨 太阳穿过云层 将温暖的阳光洒落 早起的鸟儿在枝头唱歌 寻找着美味可口的食物 一切宁静而祥和 突然远出过天边 出现两道惊鸿 峰值链撤 开始上远 很快就清晰了起来 少爷 你说我们这次外出 可能寻到修了七宝的线索吗 鱼儿回过头颅 笑叶如花的开口 这两年所谋的宝物 丝毫进宅也无 他就是一点也不焦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修了七宝若是那么容易凑足 当年在阴死地府 自己又不会花费那么多功夫 俗话说的好 好事多么 何况如今有少爷陪伴在侧 鱼儿可是一点也不感觉到 时间难熬 寻得固然好 多花费些功夫 也没有什么不妙 其实在云霞岛 鱼儿就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 宁静祥和 可少爷如今说要外出寻找宝物线索 鱼儿也不会反对什么 总之 只要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好 至于奥修罗王的荣誉 鱼儿倒真的没有太放在心上 能不能寻到修了七宝的线索 我可不晓得 少爷也不清楚吗 嗯 鱼儿脸头 但我知道 我们都一直留在云霞岛 宝物怎么会凭空掉在我们身上啊 出去找 虽然希望一样是渺茫 但机缘这个东西 原本就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若是我们多几次外出 说不定还真能够获得线索 嗯 鱼儿脸上露出了赞同之色 少爷这个说法是合情合理 那我们先去何处 少爷心中和已经有了一个谱 这我当然心中有数 林玄秀包一服 一枚玉童剑从衣袖中飞略出来 里面所记载的却不是什么功法宝物 而是地图 无边海的地图 玉童剑面积广阔 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 这玉童中记载的当然不会是 整个玉童剑的地图 仅仅是与无边海有关的部分来着 要知道玉童剑不仅面积广阔 宿门家族意识数量繁多 虽然没有统计过 但粗略一枯 大大小小的加在一起 已不下百万之数 无边海面积辽阔 但相对于整个玉童剑来说 却不值一提了 海中虽然也有强者 但大部分杜杰其老怪物 还是居住在陆地之上的 高手众多 意味着资源也会更丰富 奇闻一试 亦是数不胜数 林玉虽然不知道 修了七宝位于何处 但去那里打探消息 机会总是更大的 哦 照少爷这么说 我们要飞越整个无边海了 玉儿脸上露出了 若有所思之色 这却未必 林玉摇头 无边海面积广阔 即便你我的论书不足 不云不休的 也需要数日的功夫 何况浪费那么多时日赶路 纯纵阵对于我们来说 更加的合适 哦 少爷知道纯纵阵 位于何处吗 当然了 地图上有标志 林玉说到这儿 暗暗他的口气 其实他之所以会在 云霞岛上待两年有余 除了连画白虎 林玉以外 还有一个目的 云中仙子的事情 一直在林玉心中挥之不去啊 他与秦妍认识的时间很早 两人曾一起在 飘云谷门下学艺 曾一起对敌 那古怪的穿音符 林玉现在都是想不清楚 其中的奥秘 第三千四百五十七章 广结善缘 林玉原本就是很洒脱的人物 可对云中仙子 却难以做到熟视无睹 两人明明聚找离多 交集屈指可数 可仿佛明明中自有天意 懂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相两人联系在一起 别的布提 飞升到灵界以后 林玉再无云中仙子消息 原本以为从此以后 天人永格 毕竟灵界的小界面太多 云中仙子就算能够飞升到此处 也难以与自己重逢 说缘分已尽 也不为过 然而在这羽童界中 却偏偏听到了与他有关的线索 然而却不是 飘然出尘的云中仙子 而变成了毁人宗门的女魔 秦妍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性情大变到这个程度 从云霞派两位探险党老的描述 其实力意识极为离谱 便是自己对上 也是难说谁胜谁负 这并非妄自菲薄 秦妍似乎真的今非昔比 可他真的还是那个原来的他吗 是传言有误 还是这其中 有着不为人知的变故 连人不清楚 所以他才会在云霞岛上 耽搁那么长的功夫 一来 固然是为了猎化白虎真学 让实力更进一步 二来 何尝不是想见一见云中仙子呢 可惜方宗了无 两年的等待 并没有换来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除了两位探险长老口中的传说 林轩根本就没有得到一点 与秦妍有关的线索 此时 白虎真学早已裂化 而林轩自然不可能一直在这里将时间消磨 毕竟自己经历千辛万苦 来与同界 是寻找修罗其宝的 是有轻重缓急 林轩更不可能本末倒置 等待两年 已算自己尽了心意 秦妍既然没有线索 那自己不可能一直守住待徒 以后能否相近 就看缘分好了 而这份考量 却不必对月儿说 并不是存心相瞒 还是害怕小孩头吃醋 其实林轩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有些心虚呢 他与秦妍原本就是清清白白 当然一些小暧昧却在所难免 可话是这么说没错 他还是害怕月儿有一些不高兴 不管如何 实行到了如此地步 也算告一段落 两年等前言不得 那么自己也应该集中精力 去寻找修罗其宝的线索 正如他月儿所说 机会需要自己把握 在云霞岛枯作 宝是不会自己掉到面前的 此去虽然依旧是没有线索 但该怎么做 林轩却是心中有数 他原本就不是性格急躁的人物 会外出游历 对于接下来的行止 自然是有一番打算的 简单的说就是广结良缘 没错 多交朋友 自己的实力虽然已经不俗 但这与红界 依旧是事单立功 出林跪地 要指人生地步数 那消息更是闭塞呀 那也就在所难免 这种情况 别说寻访修罗其宝的线索 便是整个修仙界发生了什么 自己也与瞎子的眼睛差不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多交朋友 自己如今可不是出入修仙界的菜鸟 而是斗结中期的大能存在 若是愿意放下脸面 折结下胶 相信很快就能融入与同界的修仙界 朋友一多 消息自然不会闭塞 说不定就能得到修罗其宝的线索 当然这种方式跟撒网差不多 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除此以外 确实难有更好的解决之策 善医师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广结善缘 与大家做朋友 月儿以手言口 脸上露出了吃惊异常的神色 习惯了修仙界的兴风学语 突然说要外出游离 与大家做朋友 这感觉是有些怪怪的 不错 林轩的表情确实那是肯定一级 既然做下决定 自然不会有分毫犹豫 长丰城是无边海上一座 并不起耳的新城 虽是修饰聚居之所 但规模其实并不大 来往于这里的修饰 境界也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 然而由于附近的海域物产丰富 所以这座新城还是十分繁华的 这是一个平静的早晨 太阳才刚刚由海面升起 除了一些习惯早起的修仙者 城中的生灵万物 大多还在甜蜜的梦乡之中 周凡就是习惯早起的一个 就如他的名字 他的出生平凡以及 父母都只是世俗中的一不起耳的小商人而已 当初给他取名周凡 也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凡凡 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然而六岁那年 他就遇见了一位能够腾云下屋的修仙者 说他有仙根 要带他去修行法术 父母虽然不舍 但儿子能够走上修行之路 成为陆地神仙一般的存在 自然也是愿意的 一晃数百年过去了 周凡的父母早已做谷 他如今已成为了 以宁丹后期的人物 然而只是散修 没有门派这棵大树 想要凝结云英 自然是并不容易的 需要努力 一点都怠慢不得 好在周凡运气不错 起早贪黑的猎杀海兽 换取各种修心资源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用于结阴的灵丹妙药 就快要操作 今天他要起个大早 准备去数万里外 猎杀海兽 天气不错 今天应该是能够有不错的收获 周凡如此这般的想着 然而这个念头尚未转过 天边突然有一道白衣线 浮现而出 那是 周凡有些诧异 但也没有太放在心里 将神石放出 而城中其他早起的修士的反应 也与他相差仿佛 可很快 不知何处 传来历声惊呼 不好 使天风 快通知城主 将护城禁止开启 天风 无边海上最可怕的灾害 与龙卷风相差仿佛 人而威力却比一般意义上的龙卷风 大得多 正确的说那是完全不可同人而语 别说凡人诚实 就算修仙者的聚居之所 也能轻易的依为平地 当然 禁止法阵可以抵挡 但那也要看所预见的天风 威力究竟如何 一般的天风 互派禁止或许可以发挥效果 但若是其中蕴含的天地元气 达到一定程度 那就无尽不摧了 当然这样的天风 也是千年难遇的 然而此刻 他们的运气真的倒霉到了 让人无约地步 那天风距离上远 但里边所蕴含的天地灵气 却让人浑身发寒 第三千四百五十八章 仗义相助 周凡的脸色凛然一极 他虽然只是宁丹气 但这数百年的修宴经历 也是丰富无比 散修生活原本就是颇为苦楚 他外出采药知识 曾遇见过天风 也想深刻 说九死一生也不为过 然而那记忆中的天风 却根本没有办法 与眼前相比 长风城的禁止 虽然也颇有名气 但能否化解为夷 还真是两说之事 一念至此 他的脸色苍白已极 知道 真要是化解为夷 唯有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然而道理 是这个道理 天风的来势 却不是一般的迅疾 但居居一名宁丹气 修仙者 根本就没有本领 外出必获 一旦离开这里 恐怕逃不出白里 就被天风追击 如此结果 才是万劫不复 玄衡利弊 还是只有留在这儿 周凡脸色灰白 心情忐忑不已 而县城中的其他修饰 又何尝不是如此 此时天色尚早 太阳才刚刚升起 原本大部分人还在梦乡里 可天风来时猛恶 却将大家的好梦 给吵醒了 煞事间 惊呼声 此起彼伏 鸡飞狗跳的事情 更是不必说 不论凡人 还是修仙者 此时都战战兢兢 到无法言语的程度 禁制已经开启 大不仁 不敢善离 但也有几名 离合级别的老怪物 此时神通不俗 不愿意坐以待毙 化为几道惊鸿 飞向天际 他们是否能逃脱 无人晓得 因为就在这时 天风已经来到近处 仿佛惊雷在天空中划过 那巨大的声音 动人心魄 此时整座城池 已被一层厚厚的光幕包裹 这县城规模不大 但传承了这么多年 禁制果然也是不俗 不着修仙脸上 都升起了西极之色 可一接触 他们却是脸色大变掉了 俗话说 文明不如见面 这天风威力之旁博 竟远超想象许多 仅仅一个照面 互拍禁制 就有些支撑不住了 令人牙酸的声音传入耳朵 一道道裂痕 爬满光幕 似乎再过瞬息 就要轰然破碎掉 如此结果 城中的修士与凡人 面如土色 明知道禁制一旦被迫 他们必无信力 但此时此刻 即便想逃也来不及 一时间 哭爹叫娘之声大起 周凡脸色 一难看一急 难道今天 自己就会陨落在这儿吗 心中不甘一急 偏偏却是无忌可施 护照表面的列文越来越多 眼看已经到了千军一发的时刻 嘣 海风吹拂 天边机缘之处 却有两个光点浮现而出 光点中的人影虽然看不清楚 但那速度却令人瞠目 不用说 正是月儿与林轩 眼见前方天风猛恶 两人不由的医症 对视一眼 少爷 月儿脸上露出了不忍之色 这丫头虽然是阿修罗王转世 但本性却是极为善良 小丫头虽然没说什么 但林轩与月儿的心意 岂会不晓得 这与自己打算不谋而合 因而急便不说 林轩也打算这么做 一来 林轩对敌固然不会有下手留情一说 但对于自己并无恩怨纠葛的人物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也从不吝啬援手 像眼前这一幕 若是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适逢其会 自己来到这儿 那就没有袖手旁观一说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更不要说自己此刻出手 拯救的生灵 独有数十万之多 林轩不再迟疑 右手抬起 朝前方点句 那风固然猛恶无比 修为烧讯的存在 沾之立弊 但林轩可是度节期 区区一点风暴自然是奈何不了他的 但闻扑的一声清响传入耳朵 一道灵光闪过 那已经裂纹遍布的光幕 居然重新凝固起来 但仅仅这样 不足以将危机化解 最后林轩又取出了一只长歌 造型古朴 一看就是不凡之物 林轩伸手握住 伸出呼吸 长歌表面凌芒大作 无助深奥古朴的符文 浮现而出 排列组合 更有一层一层的 文阵浮现 落 林轩右手抬起 猛然朝前方挥去 但见力芒大作 以月牙形的光刃浮现而出 始入破竹 却击射到空间某空无一人之处 随后光芒爆开 一条巨大的空间裂缝 映入眼帘 藏 舒适让有余 深不见底 里边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空间之力 随后林轩手掌翼 一番 长歌消失不见 之间的双手连点 随着其动作 空间波动大作 从那裂缝中 散发出可怕一击的犀利 原本凛然的风 这一次算是遇见对手了 几乎是丝毫反抗之力也无 就被吸进去了 呜呜的声音越来越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风的力量已所剩无几 林轩双手连舞 再则施然其处 将空间裂缝弥补 云淡风轻 天空碧蓝如洗 一场大祸 被林轩消逆于无形 整个过程说来反复 其实并没有花费多长的功夫 长风城的修行者一个个 则露出了大喜过往之色 互动之声不绝于耳朵 就对着林轩大力参摆 对他的救命之恩感激提灵 林轩笑而不语 留下自己的姓名 随后并未在小城停留 带着月儿悄然远去 林轩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自有一番考量 与东界高手楚不胜数 想要在这里立足 一些民意还是需要的 所以他一反低调的原则 这时候需要自己威云远波 而事情至此并未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数月里 林轩在乌边海域遨游 做下的好事更是数不胜数 某宗门家族被海受威攻 危在担心 林轩路过此地仗义元首 救人无数 某座县城被魔虫侵袭 眼看就要惩毁人亡的结局 林轩从天而降 大展神通 将魔虫消除 救下的生灵更是数不胜数 从长风城开始 短短数月间 林轩行侠仗义 出墙扶弱 做下的好事尽有 数十件之多 要知道 修仙者所求的是长生之路 寡心博弈者居多 像林轩这样天天做好事的 简直从未见过 更何况 他还是度五阶级别的修仙者 于是短短数月的功夫 林轩就达到了 明阳天下的程度 第三千四百五十九章 声明确起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其实此言未免拼颇了些 若是多做好事 吉人之所及 用不了多久的功夫 一样能够有 诺大的名气 林轩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数月的功夫 他救人无数 所救的人中 固然有 恩将仇报之徒 但绝大部分修仙者 还是感念其恩德 修仙界是多新风学语 没错 但大部分人 还是懂得知恩投报的 林轩做好事 当然是不休回报 对他来说 不过是举丑之劳而已 而诺大的名气 对自己来说 已有好处 想要寻找 修了七宝的线索 原本就需要朋友多多 林轩此次外出游历 原本就是 抱着广结良缘的念头 无边海面积广阔 即便林轩与悦儿的顿数 非同小可 想要穿过 至少也需要 十五年的功夫 虽然这点时间 对于他们这个境界的 修仙者来说 不值一提 但林轩也没有兴趣 一直慢慢地耽搁下去 此时距离他离开云霞岛 已三月有余 陈王出现了一块陆地 然而仔细一看 却并非将无边海穿过 不过是一座更大的岛屿罢了 面积极为广阔 林轩的神石 堪比度级后期修心者 甚至悠有过之 却也无法难过 不错 就这里 林轩绣抛一扶 那搂克有海图的玉铜锦 飞零而出 林轩伸手握住 将神石注入 辟格后抬起头颅 林轩露出了喜悦不惊之色 少爷 怎么了 这里就是海云岛 离开这无边海的水送镇 就在此处 是吗 月儿翘脸为一扬 美丽的眼眸中 同样露出了一丝喜色 虽说有少爷伴在身边 今生再无遗憾 但在海上飞了几个月 风景怎么也看腻了 得知能够离开这里 心中自然是充满了喜意 于是两人轻盲大作 灯光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一分 是杜杰奇老祖 海云岛面积辽广 再离岸边不远 就有一片气势恢弘的建筑 这儿不属于任何的宗门家族 然而来来往往的修饰 却是极多 省缩岛屿可以说是繁华到极处 但不管如何 杜杰奇老怪还是不常见的 也就难怪寻意的卫士 会大惊小怪 然后却不敢多说 脸上露出了战刃惊惊之色 毕竟杜杰级别老祖 大多性格都是古怪到极处 万一不留神 惹些发火 自己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连玄两人的灯光不用说 片刻间就已经来到尽处 那卫士看清楚两人面容 脸上的惶恐却是迅速的消散掉了 却带之的是狂喜 隐隐还带着极为尊敬之意 原来是林前辈与岳先死到了 小人能与两位相遇 这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哦 你认得我 林前辈上露出了好奇之色 五星法术 皆有着过目不傲的效果 林轩 敢百分之百肯定 自己与这人从未见过 他怎么可能认得自己呢 呵呵 前辈说笑了 你破杂心肠 就人无数 这无边海上 不知道多少修士凡人都感激您的胆大德呢 晚辈虽是与两位前辈第一次见面 但是早就从画像上见过两位的尊严 那卫士的表情尊敬到极处 却并无态度畏惧之色 这几个月来 林轩行侠仗义 就人无数 人人都说这位杜杰基老祖 心地善良 性格慈和 当然不用担心 无端得罪他 自己的名气 居然到了这半地步 这对林轩来说 倒是意外之喜 要与那未识对打几句 就得向前方恢弘的建筑走去了 走近一看 只见亭台楼阁 各种新貌的建筑 那是数不胜数 说林辞致比也不为过 林轩于悦而 皆未隐藏刑警 也没有故意收点修为 两位杜杰基老祖 同时驾临此处 自然引来目光无数 众修士的目光 皆知敬畏一击 不少人的眼中 更是毫不掩饰地 露出了羡慕之意 宇童界确实高手无数 杜杰基存在 数量也是不俗 但那是相对的 若是想一想 宇童界有多少修建者 就知道杜杰基存在 依旧是凤毛麟角 也就难怪林轩于悦而 会如此引人关注了 更不要说悦而 虽没有恢复成阿修罗 但依旧是 明艳不可方物 修仙界美貌的仙子 虽数不胜数 但能与悦而相较的 却是不多 于是很快就有人认出 他俩的身份 是林前辈 不错 果然是大善人来到这了 小人敬仰 善人前辈已久 可否是我为徒啊 七嘴八舌的声音传入耳朵 林轩如今的鸣喜 当真是非同小可 有磕头行礼的 有莫名拜见的 更有甚者 意想天开 想要拜林轩为师 要是林轩自己踏上修心之路 经历的各种场面数不胜数 此刻也不由得瞠目结舌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古人说虚名类人 此言果然没错 至于大善人的称呼 林轩更是汗言不已 育儿则一手眼口 脸上露出了嬉笑之色 这丫头可没有在人界时那么老实 居然敢笑话自己 不过时宜至此 林轩自然也无计可施 他可不想在这与众人啰嗦下去 将神师放出 很快就知道了 传颂阵在何处 于是浑神青芒大起 将育儿一股 查传颂阵所在的建筑飞去了 后面的修舍自然是失望一击 但也没有人敢追上去死缠烂打 毕竟是杜杰其别老怪物 虽然林轩名其不俗 但若是真将其惹怒 毫无疑问也会吃苦 能够踏上修心之路 自然不会有脑子 如此愚笨的人物 于是 一直在看着两人远去了 这就不提 再说另一遍 林轩顿光迅速 轻刻间就来到了百里之外 在一座气质恢弘的建筑面前停下来 这儿的人没有那么多 但进进出出的修饰实力 意识不俗 这不奇怪 若是境界低的修仙者 又哪有那么多精实 使用传颂阵呢 林轩于悦而来到 又引了一阵轰动 在这乌边海 他的名其当真是非同小可 林轩不胜其烦 宇悦而来到传颂阵上 地上进尸以后 被一层灵光包裹 烧情 两人都不见了 第3460章 望庭楼的消息 与同界面积广播 拥有的宗门家族数以万计 至于修仙者落脚聚集的城池 数量更是离谱 具体有多少 根本就无人统计过 准确的数量 谁也说不清楚 落星城就是其中一个 这座新城存在有多少年了 谁也说不清楚 本身也无太多的出众之处 不过交通却是极为便利 别的不提 城中拥有的传颂阵 能够瞬息千里 当然 远超距离的 传颂花费的精实 那也是天文数字 古东的修仙者 可不敢用 如此奢侈的方式赶路 传颂阵的价值 既然非同小可 守卫自然也是 森然到极处 这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落星城内某处 重重进之包围的传颂大殿中 几位披肩直锐的卫士 正站立在门口 闲聊着什么事情 突然 丝毫征兆也无 那十几座并排传颂阵的一座 突然运转起来 一时间灵光大作 屋的嗡鸣声 不停地传入耳朵 几名卫士一呆 表情都变得严肃的起来 毕竟能够使用传颂阵的存在 都非同小可 于情于理 他们脸上都是应该 露出畏惧失色 否则若是一不小心 触怒某名 杜劫器的老怪物 那可就会吃不了头这走 传颂的过程 说起来反复 其实呢 也不过是睡袭的功夫 很快 那光运就朝着四周扩散 纯宗镇上的人影 逐渐地清晰起来 一男一女 可神态颇为亲密 若是没有料错 应该是一对双修道驴 可容貌都只有二十余岁年纪 年轻一级 然而在修仙界 姑所一个人的年纪 可不能光凭容貌作为参考 中卫士脸上不敢有任何怠门之色 其中一个 已经将手中的圆盘状法器寄出 当然可不是感对二人无礼 此圆盘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判断来者的境界究竟如何 很快 上面就有金色的光点浮现而出 且是两个 那些卫士脸上自然露出了大为吃惊的神色 是 是杜监西老祖 与董界高手众多 杜监西大能的数量自然也是远远胜过了其他界面 然而这只是相对来说 这种等级的存在于普通的修仙者 依旧是难得一见的 众位是惊讶之余 脸上的表情自然是恭敬无比 林玄的嘴角边则露出了一丝笑意 晃了晃头颅 那些微 眩晕的感觉 也就消失不见了 鱼儿则依旧在自己身侧 一副小鸟依人之色 这里是哪儿 启禀前辈 这里是洛星城 为首的位是毕恭毕敬的回答 洛星城 这应该已经不属于无边海了吧 前辈所印不错 这里确实已经不是无边海 好 林玄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不再多说 浑身轻芒一起 带着月儿离开眼前的建筑 来到外面的街上 当然 两人都是略略收敛了气息 将修为禁锢在了分身期 虽然这次外出游历 打着广结善缘的主意 在俗话说 过忧不及 在这城里 林玄可不想合理鸡群 引来众多修士的注意 该高调的时候高调 该收敛的时候 也是该收敛一些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就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的时间 林玄心去了一趟书店 买回来几个玉桶捡 来到一陌生的地点 想要了解风土人情 多看书是最为聪明的选择 不论在哪个界面的时候 林玄都一向如此做 满载而归之后 他又带着月儿去一趟酒楼 落星城中最好的酒楼 修心者虽可闭谷 但喜欢美味佳肴 也不在少数啊 而且与凡金的食物相比 县城中的饮食 味道自然是更是非同小可 每一酒的年份 通常也是以百年计算的 若是你的精食充足 甚至可以喝到千年零酒 当然万年以上的零酒 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而林玄带着月儿来到酒楼 也不全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在休息的时候 也要打探消息 茶楼酒寺 人们在耳热酒憨之时 原本就喜欢高谈阔论的 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在呼吹大气 但偶尔也能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当然林玄的主要目的还是休息 若是运气不错 听到与修罗气宝有用的消息 那就太好了 当然这个念头 仅仅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别是林玄自己 也不觉得自己的运气 能好的这般程度 如此轻易就能打听到 与修罗气宝有关的线索 一无所获也没有什么 就当品尝美味加休息好了 林玄于月儿来到二楼 要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又点了满满一桌酒菜 外加一壶美酒 然后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还别说这座酒楼的生意还很不错 放眼望去 东一桌西一桌 到处都有修饰 围坐在一起 推杯换盏 吃的是热火朝天 林玄不用刻意将石石放出 就能将他们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说 这望庭楼是不是 不是食物啊 突然 有一些粗犷的声音传入耳朵 所说的内容 也与修罗气宝 丝毫关系也无 然而林玄的注意力 却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 望庭楼 当初 从天于十二洲飞升到灵界 存在可不多 除了月儿与自己两个 也只有望庭楼 与自己的结拜姐姐 孟如烟了 如烟新子多年一直方宗了无 林玄多方打听 也没有他的线索 心中是颇为的挂念 至于人界第一高手望庭楼 在灵界则过得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与耐龙真人居然交情不俗 有耐龙照拂 在灵界活得非常滋润 前后 林玄还见过亭楼几次 以此是去魔界寻找分神丹 还有一次则指 耐龙新婚典礼 前一次且不提 耐龙真人与 千千仙子举行双修典礼的时候 望庭楼的修为 已经到了分身后期 与自己那时候相比 也相差仿佛 望庭楼这些年的修炼速度 当真令人侧目 不过想想 他有耐龙真人照拂 也就不作为奇 只是庭楼 不应该居住在耐龙界 耐龙真人的冬天福地吗 为何会在这里听到他的名字 究竟是机缘巧合 还是有同名同姓的修仙者 不过 感谢观看